日傳媒4月18日公布 就獨立第三方建立出售 Emazing Sino International Limited的已發行股本 訂立不具備法律約束力的諒解備忘錄 資產包括台灣《蘋果日報》業務 以及位於台灣的一所物業 但公告未有披露買家及作家 據《蘋果日報》報導 日傳媒行政總裁張劍雄表示 有關商討非常初步 現階段只是對方表達了意願 雙方還未訂立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協議 管理層指出售建議是為了理順資源 提升整體物業 並承諾除了考慮價格外 也會將台灣《蘋果日報》 全體員工的權益放在首位 相關備忘錄還有禁止挖角的條款 12個月內訂約的雙方 都不得有說或有使另一方的任何人士離職 或以自身或第三方名義聘用該等人士 張劍雄指 台灣《蘋果日報》是集團的重要資產 受中共病毒疫情影響 出現了虧損 但經過努力 現在虧損已經在縮減 在中共的打壓衝擊之下 日傳媒近年的營運狀況亦急轉直下 而台灣《蘋果日報》自去年起分批裁員 依照勞機發辦利遣散 根據香港媒體報導 自2016年以來 日傳媒近5年的虧損 累計達到16.77億港元 公司多次變賣資產以維持營運 蔡信日前報導 2019年至2020年兩年間 日傳媒集團出售了高達8億元的在台地產 浸會大學新聞系高級港師呂炳權認為 日傳媒出售台貧 是出於目前香港的經濟及政治壓力 令香港的運營上需要更多資金 在商言商 買方如果提供吸引的價錢 令管理層心動 就會同意出售物業 而政治風險日漸加劇 亦是趁早套現離場的因素